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也就是12月26日 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 突然发布了一条消息 让人感到是百思不得其解 想不通 人民日报今天的消息是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 虽然说这是一个世行条例 但这个分量也足够让人感到震惊了 什么是党务公开呢 按照这一次的党务公开条例 它是这样解释的 本条例所称党务公开 是指党的组织将其 实施党的领导活动 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的有关事务 按规定在党内或向党外公开 本条例适用于党的中央组织 地方组织 基层组织 党的纪律检察机关 工作机关 以及其他党的组织 这里他说到 党的领导活动的有关事务 他要向党内或者党外公开 那么什么才算是党的领导活动呢 在这一次的党务公开条例中啊 他特别指出了党务公开的内容和范围 因为他原文是很长了 而且有很多叫做虚无缥缈的那些没有用的空话套话 所以呢 我们这里呀 只把他其中最主要的比较有实在内容的东西给摘录出来 党务公开条例的其中的第一个要点啊 他这样说 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涉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党务向社会公开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党务在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公开 按照这里的说法 涉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党务啊 他应该不是指的那些公开的法律啊 法规之类的东西 因为法律法规你是必须公开的嘛 你要不公开你就没有办法实施嘛 因此这里所说的党务向社会公开啊 应该是指的那一些政策之类的内部规定 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红头文件 到目前为止啊 中共就经常用这个发红头文件的办法呢 来实施他的政策 这种红头文件啊 他有高低不同的各种级别 高级的呢 是省委一级的官员才能看到 低级的呢 县委一级的官员也可以看到 最低级的这个红头文件 就是发到这个机关单位的各个党委了 而且这个红头文件也不仅是党中央发 像什么省委啊 像县委啊 甚至连某个单位 他都会发自己的红头文件 这些红头文件啊 不管是中央发的 还是各个省委啊 县委发的 他都是不对党外公开的 老百姓你是看不到的 有的时候啊 网上就会传出来一些红头文件的照片 但这些红头文件啊 他都不是用合法的方式公开出来的 所谓合法的方式啊 就是用中共的这些官方机构 他自己公开公布出来的 我们叫做合法的方式 如果他不是自己公布的 那别人那就是非法公开的 可以说是 当然我们说的非法 他不是指的违反什么法律的 他只是说他不是他们自己 就是说自愿公开出来的东西 也正因为如此 这个红头文件啊 他不公开就给人们一个很大的神秘性 经常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很得意的说 啊 我看过某某红头文件 他的意思好像就是啊 这个人对内部啊 是比较了解的 而且呢 也正是因为这种红头文件 他不公开啊 还经常出现伪造红头文件 进行行骗的事情 这里啊 就显示一封 由中共机关发出来的红头文件的例子 这样的红头文件呢 也就是所谓涉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 这个党务的文件了 在过去啊 这些文件他都是保密的 是不对这个一般的群众公开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些红头文件的信息 党内的人知道 他们就占便宜了 党外的老百姓不知道 他们当然就吃亏了嘛 因此 如果今后中共真的能把这类的红头文件 就公开出来 就可以扩大一般老百姓的知情权 他也可以算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吧 党务公开条例的第二个要点呢 他是这样说 党的中央组织 公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治国理政重大决策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 党中央重要会议活动和重要人事任免等情况 这里所说的党中央公开习近平的重要讲话 党中央的重要会议啊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 因为至今为止啊 我们看到的习近平的讲话的全文啊都是在他这个在公开场合上的这个讲话 比如说19大报告开幕式的讲话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讲话全文 但这个讲话本来就是公开的讲话了 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公开不公开的问题了 所以说这里提到的公开习近平的重要讲话 应该指的是习近平他在党内的不公开的会议上做的讲话 这样的讲话我们现在极少能够看到比较完整的东西 报纸电视上他只是播出习近平的一句两句 那么他的讲话中的可以说直言片语了 所以说很多人啊都期待能够看到习近平在党内会议上讲话的全文 至少你是一个诊断诊断的摘要 不要仅仅是那么一句两句的直言片语了 另外呢这个中共党中央的重要会议 他也从来不对外公布详细的情况了 比如说他的会议的议题是什么 谁做了发言 谁提了什么意见 最后会议做出什么结论等等 我们这些都是不知道的 因此如果中共今后真的能把这一类的 比如说习近平在党内的讲话的全文 已经党中央的中央会议的这些内容摘要 能够向社会公布的话 那也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了 说到这里啊 这个党务公开条例好像是一个充满玫瑰色 走向民主的象征了 但是呢同时他又让人感到难于置信 因为现在这个党务公开条例就类似于当年苏联戈尔巴乔夫 搞的那个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情报公开化 在过去啊 苏联他一直是搞的这个秘密政治的统治了 人们就不知道某项政策他是怎么出台的 他也不知道某项政策的执行情况和落实的情况 这项政策是不是得到很好的落实 产生很好的效果 还是根本就没有落实下去 或者是在执行过程中产生了很大的副作用 这些情况啊人们都是不知道的 1985年戈尔巴乔夫开始搞他的政治体制改革 他的第一步就是提出叫做新思维的概念 而这个新思维的核心就是党和政府的情报公开化 戈尔巴乔夫他提出的这个公开化具体内容 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 第一点呢 是党和国家机关工作公开化和政治决策过程公开化 第二点 执行政策过程公开化 党和政府要真实及时的公布执行政策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情况和产生的效果 第三最大限度的扩大苏买活动的公开性和开放性 为什么戈尔巴乔夫搞的这个政治体制改革 他是从情报的公开化开始 而不是一开始就搞这个开放言论自由开放新闻自由呢 这是因为啊言论自由新闻自由 他需要一个真实的情报 如果你就不知道真实的情报 那也就谈不上真正的言论自由了 比如啊 在海外这些网站啊 这都是有言论自由的嘛 可是呢 我们这些海外华人在讨论中国的政治的时候啊 往往是根据一些港台小报的某个不确切的消息 大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热烈的讨论 结果讨论半天之后啊 发现这个消息原来就是一个假的 这样一来呢 那么以前那些热烈的讨论也完全都变成没有用的废话了 因为你消息本身是假的 所以你这个谈论也没有意义了 因此呢 我们只有在知道了真实的情报的情况下 那你在讨论这个言论自由也才有意义嘛 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呢 格尔巴乔夫当时候他搞政治体制改革 一开始就是从情报公开化开始 这点呢 应该说他是比较正确的 格尔巴乔夫说啊 我们必须公开信息 使民众知道真实的社会现状 他们才能理解改革的必要性 说了格尔巴乔夫的情报公开化 那么呢 我们又对这一次的中共的这个党务公开条例啊 产生了很大的迷惑 因为啊 自从苏联解体以来啊 中共一直是批判格尔巴乔夫的嘛 中共一直认为格尔巴乔夫 他是造成苏联共产党解体的罪人了 所以说中共他就表示 我们绝不学格尔巴乔夫方式的政治体制改革 那么既然中共拒绝格尔巴乔夫方式的政治体制改革 那么这一次中共搞的这个党务公开条例啊 好像和当年搞的这个 就是格尔巴乔夫搞的那个情报公开化 好像是非常相像的 难道说这两件事根本是没有什么关系 只是偶然的巧合吗 那么进一步我们有更大的疑惑呢 就是说 中共他这一次大张旗鼓的搞这个党务公开条例 他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和动机呢 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 实行党务公开 是我们党四个自信的重要体现 向全世界宣誓中国共产党是开放透明的 展示我们党开放开明的良好形象 体现我们党高度自信的崭新姿态 这里说明一下 所谓四个自信啊 本来是胡锦涛提出来的三个自信 就是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后来习近平又加了一个文化自信 这就形成了四个自信 按照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说法 这次党务公开条例是为了显示 中共有自信 这个说法应该说是比较奇怪的 一般来说 政府向民众公开情报的目的 他是向民众表示政府没有贪污腐败 他是要证明政府自己的一个清廉 所以说这就像一个亿万富翁 一般他都不会公布自己的财产情况 因为你一个人公开出自己的财产情况 肯定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麻烦 所以除了为了证明自己没有偷税漏税 这么一个特殊情况下 亿万富翁他们为了避免麻烦 他们都不会主动来公布自己的财产情况 如果有一个亿万富翁说 我主动公开自己的财产情况 这是为了彰显我有自信 人们对这位富翁的话 肯定会感到非常奇怪 不可理解了 现在人民日报评论员解释 中共的党务公开条理 就像是上面说的那位奇怪的亿万富翁一样 他的这个解释就让人们感到难于理解 非常纳闷 看完人民日报的这个社论之后 我们也还是一头雾水搞不清楚 因此最后的结论也只能是 想不通 就是真想不通 中共为什么要发布这个党务公开条理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